到了秋天时刻 许多朋友都会去登山 秋高气爽好天气 但是呢 那像今天啊 晚上这个时候 东北季风开始一增强啊 山区可就云雾缭绕了 说到山啊 日本的富士山 也有许多朋友喜欢去那里登山 但是呢 有一个地方 有一个森林 你如果要走进去前 你会看到一个告示牌 一个告示牌上写着什么呢 请你立即折返 你不要随便了结你自己的生命 你想想看 兄弟姐妹的脸 为什么这个告示牌 这么的诡异呢 你看看青木原树海 他的入口处 他不是说这里森林多漂亮多好 他竟然立了一个牌子 而且还是他们警察属立的哦 这个日文你看不懂 我帮你翻译一下 他讲的是说 现在请立刻折返 不要随便了结自己的生命 请回想你的亲人兄弟姐妹的脸 原来在这个地方 他有两种令人恐怖的地方 第一个呢就是 如果你走进去 你就出不来了 你会在里头迷路 你是说我就困在里面了 对 那如果 来立刚我们回到上一张图 那走进去出不来哦 第二个就是 即使你出来 根据日本当地的传说 你可能也会带着不干净的东西出来 接下来你的命是运势 就会很倒霉 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如果一群人进去 可能出来的人数会更多 画面中你看到这个青木原树海 很多人走到这儿 他就不敢再继续走进去了 为什么 因为里头就像迷宫一样 你可能会因为迷路缺水缺粮 甚至被怪兽袭击 或者冻死或者被吓死 好了 你知道吗 不是只有当地民众怕 连警察也怕 警察他们进去要进行一些 搜救任务的时候 是一个警察连着一个警察 绑着绳子 最后一个最外围的一个警察 绳子是绑在警车上 他们进去都怕迷路啊 为什么要这样绑着绳子呢 大家一起走进去 用无线电联络不就好了吗 大哥指南针不就可以了吗 为什么还要绑着绳子呢 我跟各位说 就是怕迷路 还有也怕他们忌讳的东西 你看他们指着那些地图 他们每次进去 还得必须要什么 不断地模拟演练 那么里头还有一些 就是会去里面亲身的人 不是只有意外死亡 还有一些会亲身的人 还有人刻意到里面去 那还要呼吁 这个是不治的行为 那结果他们警察呢 光是在 我记得是十几年前的时候 竟然一年可以找到 76具的遗体 而且这个数字 还不断地在攀升 等一下 等一下 76具 对 你说的没错吗 我没有讲错 富士山脚下的青木原树海 一年可以找到76具 所以当地人 视此地为一个禁地 而这次禁地 还有更恐怖的传说在后面 青木原树海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大家想一想 连日本警察都不想到里面去 因为里面呢 会有许多不干净的东西 但是呢 你看看那空拍图上面 广大的森林 多么优美啊 是一个非常好的游戏地点 但青木原树海 有些人真的就不信邪 有一队香港的游客呢 他们就不信邪 有日本导游带着 也就是说 一个日本导游 加上一群香港人 他们就浩浩荡荡 进了那青木原树海了 走进去 真的有事吗 这个是最恐怖的故事 为什么你知道 到现在 没有办法解答 为什么青木原树海 这神秘跟可怕 因为这个不是香港的游客 是在日本工作的香港人 他们四个人在东京 在东京一个数一数二的 大企业里面 他们在春天的时候 刚完成一个project 就是完成一个很重大的case 你知道 他们决定要去春游 放松一下心情了 没错没错 我们去踏青 踏青 当然要选富士山脚下 最神秘 最有名 最可怕 但是我们又很好奇的 青木原树海 是说去探险 对 我们也是怀着探险的心 跟两个日本同事 一行六个人 找一个导游 这个导游 身经百战 进出青木原树海 已经上百次了 所以找他最可靠 进去绝对没问题的 而且有日本观光局所安排的 总该没问题了吧 对 对不对 这个小伙子很溜 然后很干练 对不对 观光局 好 他们就从那个什么 观光局旁边的那个步道 准备进去了 准备进去 一进去就看到 我跟你讲 随处都有 劝人不要轻声的告示牌 随处都有啊 不 还有邮箱 什么叫邮箱你知道 可以放信在里面 做什么用途 遗书可以放在里面 什么 不是要你记系 是要你放遗书的 有没有搞错 我跟你讲 其实不是 是当地的警方树立的 希望这些要进去 轻声的人 还能够在最后关头 可以打消此练 你希望他们三四而后行 就对了 对 所以这个进去 你觉得气氛就非常的奇怪了 为什么 因为你一进去就觉得 有一种阴陷深深的感觉 所以刚刚中博讲没错 三里线警方 常常为了上去 找那个失踪的人 你知道吗 设了油桶 对不对 真的还是找不到的话 绳子大家绑一起 十几个一起 都是警察 加上三清 就绑好了 这样兴趣 为什么 因为怕会走不出来 不是怕他们迷路在里面了 对 好 OK 那我刚才讲的 这个香港的职员 这几位 这几位胆子大的 进去了 进去了 对不对 进去了 然后他们说 哎呀 导游不要走那个 就是普通的那种漫步道 对不对 那都游客走的 特别的 叫我们走三路小径嘛 好 真的 那日本导游 他就决定 带他们超小径 走进去了 他说 对嘛 我们不要听到其他游客 那个吵死人的声音 因为每次到了旺季的时候 那个漫步道上面 全部都是游客团 我们不要跟他走一样的路 好 他们真真正正的走进了 山中的小径 你知道吗 结果一走进去以后 他们就觉得 哇 这边真的是世外桃源 可是走着走着 马上就听到 就像那种 日本那种祭典的那种歌 你知道吗 有人在放收音机 放音乐 他们听到这个音乐 觉得好棒 我们终于听到 日本的传统的音乐了 可是怎么会在 这个荒山野地之外 会发生祭典呢 对不对 没有人怎么会 结果一看 底下的那个树 就是一排的树下面 那个细缝处 透露着一些人影在晃动 真的有人在活动 音乐从那边传来的 你知道吗 他们有日本传统祭典 那导游我们也下去 跟他们一起同乐 这总比那些讨厌的游客好 对不对 就下去 结果日本导游马上 动了 各位先生 请不要冲动 这个时节 从来没有什么祭典在这里 你意思说 这个祭典 更不可能会传出 年轻少女唱歌的声音 音乐声 所以请你们不要冲动 大家先找一片树虫 躲起来 就才一刚躲起来 导游话才刚讲完 才刚落地 那一群女孩子就这样 像飘一样的 飘过来了 他们都穿这样的衣服 大家仔细看 都是蓝底橙色的花的和服 而且一对少女有12个人 前面四个跟后面四个 都拿着日本传统乐器 非常高兴地在山镜上面 这样跑着唱 跑着吹 中间那四个少女 竟然他们抬着一个祭坛 那个祭坛是什么样子 你知道 就是富士山的样子 也就是说 他们前面四个 后面四个 加中间四个 是抬着富士山祭坛 这是什么样的祭典 他们非常轻快地唱着歌 然后就通过了 香港游客的面前 接下来咻就过去了 但是他们躲在那山 他们躲在树虫当中 所以人家没注意到 没注意到 这几个女生都没有注意到这里 还有其他外人存在 他们很快乐地通过了 这个时候怪事发生了 这个香港客 不是四个香港客 跟两个日本人吗 对 其中这个香港客的老大 也就是最老的同事 年纪最大 叫阿龙 龙哥 龙哥这时候突然发狂 一句话也没有讲 因为这少女都已经过了 对不对 他突然冲出去追 追追追追 他要追那 那一对少女啊 追到就追过去了 他一直追 他完全不害怕 他就追过去了 对 他一冲出去 没有任何理由 大家也拉不住他 一追出去的时候 停 不能再走 不要走 你们都不要再走了 他话还没讲完 少女竟然差一点 从他身上踏过去 根本不理他 结果他就跌倒 跌倒 然后爬起来 再追 结果这一群十二个少女 就在一直往前跑 那个龙哥一直在往后跑 然后这五个人 对 本来六个人 现在少了一个人 五个人在追 他们的龙哥 在山境里面就发生了 非常奇怪 特意的景象 因为后面那五个人 知道前面是他们的同事 但最前面那十二个少女 是从何方而来的 导游说 我们还是跟着他去吧 因为连我都没办法解释 追啊 追追啊 追 结果你知道吗 天色慢慢暗下来了 然后距离越拉越远 大家都已经气喘吁吁 可是前面那个龙哥 精神还是很旺盛 但是怎么样都追不上前面那十二个少女 眼看着立刚就要追丢了 已经到晚上了 太阳都下山了 夕阳西下了 导游不愧是导游 导游马上站到一个石头上 他说从这个地方 我跳下去 可以省很多步 结果他一站到那个石头 一跳 果然 就把那个龙哥给扑倒 结果一扑倒 把他拉起来说 你怎么搞的 你为什么要追这些少女 他说 我也不知道 刚刚我做了什么事情 我有追他们吗 我根本不知道 前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我到底做了什么 难道我跟你们分开了吗 我怎么会全身都是伤呢 他完全不知道他之前在做什么 他完全都不知道 结果这十二个少女 就悠然地消逝在树丛里面了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天都黑了 连导游都说 现在不宜找路出去 你会困在这个西木树海里面了 我们还是吃点干粮 生点火吧 好 结果呢 就他们就在山里面 呆了一夜 这个时候 日本同事小松 还拿出GPS和手机 全部都有讯号 讯号满满 可是怎么样 都打不出去 没有办法跟外界联络 你知道吗 所以说 好 OK 终于天亮了 天亮的时候 他们已经 我跟你讲 全身疲乏 完全没有力了 怎么办呢 又不晓得怎么样走出来 这个时候 天赖之音来了 一个老和尚 在叮叮咚咚 在打他的摇鼓 你知道吗 日本老和尚 打他的摇鼓 叮叮咚咚 叮叮咚咚 本来是很小声 结果越来越大声 叮叮咚咚咚 叮咚咚咚咚咚 他们终于可以 就说 老和尚你在哪里 我寻着声音 去找他 一找 跑出来 原来他们六个人 一出来就发现 回到了什么 回到了漫步道上了 就是游客走的路了 那不就在旁边了吗 对 他们就脱险了 隔了一天一夜 他们终于脱险了 对不对 好 立刚 你说这个故事 到这边 总算圆满结束 也没有人亲身 也没有人失踪 对不对 幸好是顺利 幸好嘛 就是说 这个香港游客团 至少顺利出来了 这个青木原树海 好可怕的经历 对不对 结果他们一回到哪里呢 回到观光局的时候 观光局的主任 正在吃便当 他说 你们怎么那么快 就回来了 我们困在山里面 一天一夜 我们现在是不是 要去警察局削案 但你怎么会 他们的警察 为什么会说 是才这么快回来 那个主任说 削什么案 我也没有 接到你们报案 到底要削什么案 我根本不知道 你们失踪了 就那老太太也说 哎呀你们快 那么快就回来了 电视新闻也是 留在昨天的那个日期 就他们说 怎么可能 我们已经被困一天一夜 你们都不知道 没有派人来救我们 就把自己的手表拿出来一看 果然又回到昨天 他们进入步道 到出来 只有30分钟而已 可是他们在里面待了 一整天 足足超过20分钟